Lio聊世紀 天野龍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璣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看到紅色一開局呢 這個房子就沒蓋好 抓到 有點肥 好 可以只把誰贏誰輸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好 先不幹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紅色是選擇的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支援攜帶量非常多 村民的每一種支援 都可以多加三的支援攜帶量 他的後期跟前期的經濟 其實都是不錯的 賽爾特人的老頭 是血量最多的老頭 每點一個科技 都會增加老頭的5點血量 所以阿茲特克後期的打法 比較是偏向於打老頭 的作戰方式 陳茂時代也是最適合打老鷹爆的文明 因為他均有生產效率的提升 老鷹是一個生產消耗相當慢的單位 所以阿茲特克打老鷹爆極限 是非常合適的 接下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選擇了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三級馬凱、三級步兵、三級供兵都有 所以供兵、步兵、騎兵他是都能使用的 他的步兵要特別講一下 他的傭兵是特別厲害的單位 雖然黃金造價要35黃金 但是一上帝王世代就可以使用 而且不太需要升級 就有很大的殺傷力 主要是因為他的移動速度跑得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基本傷害也不錯 打火砲又有額外增傷 應該是打火器單位的額外增傷 所以義大利人的傭兵 可以當作松蘭武士來使用 而且也有三攻三防的關係 所以他步兵也不會太弱 甚至也可以點下巨盾 也可以讓傭兵吃到遠防的效果 義大利人主要還是走弓兵路線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勒納爾弩手 他是保兵 打騎兵單位有要增傷的效果 當然這場遇到阿茲特克人 所以他勒納爾弩手出的價值 可能沒有那麼高 這把如果用到弓兵的話 可能就轉個強弩之類的 就可以很夠用了 義大利人後期也可以轉一些肉馬 跟重裝騎士做前壓騷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左邊有石頭 上方有黃金 下方有果子 右邊有黃金 右上角也有黃金 右邊有石頭 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並沒有太差 黃金都在正後方 所以如果大家被控金的話 還有很多選擇 那一開始的果子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如果這邊要小微的話 那待會這邊果子可能會遺漏在外面 因為他如果要這樣子微的話 城門又會太多 他如果要小微的話 就這樣稍微微一下 就好了 好 微到底 然後這邊直接微到後面 那如果是正面微的話 就要微飛飛飛飛飛 一場作 這邊微到爆 就要來看一下義大利人會怎麼回 那我的這場評估 至少是60分合格 沒有太差 最主要是因為兩塊金都在後面 果子的問題是比較好解決的 黃金時代多出一點兵 大部分都是能守得住的 好 那來看一下 阿茲特克這邊 阿茲特克這邊 果子在左邊 黃金在前方 石頭也是 哇 這個就比較慘一點 那所以兩塊黃金都偏左邊 偏左邊這個位置 其實有點比較靠近敵人的 所以如果敵人有意要 控這個附近的話 阿茲特克是有可能會被控住的 所以這一點 阿茲特克可能要提到 趕快去左邊蓋一個城堡 趕快先防守起來 會比較重要一點 那分數來說呢 可能會比 義大利人這邊更差一點 可能沒有合格 因為比較重要資源都在前面 會比較慘 那目前來說的話 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目前看到 這邊果然出了棒棒想要前壓模仿 高手們都知道 這個 資源點的一個位置 這重要性 哪邊可以打哪邊不能打 但是他這邊是想要嘗試 繞背 去打模仿 去打後面的伐木區的村民 所以沒有直接開打 這邊模仿的村民 或是模仿直接開扁都沒有 這邊是想要打二棒棒 轉小工的路線 待會兒要先趕快補下一擊事 開始前壓 然後轉一個槍兵出來 一大利人這邊是轉弱馬的關係 所以待會出門 還是要按一隻槍兵才能走出去 工兵趕快屯一下 OK 換了一隻槍兵 加上兩隻工兵直接出門 標準出門的這個搭配 一槍二攻 這是一個小口訣 結果這邊肉麻直接抓掉了一隻村民 阿茲特克 封建時代 直接減一 那這邊經濟差距就打出來囉 難道義大利人要穩人嗎 直接拉去後方伐木 當然又拉一些村民到前面去吃果 村民稍微被騷擾到了 當然這邊已經轉出了毛兵 應該是能稍微擋住 阿茲特克這邊要趕快轉出一級射 義大利人這邊也是 兩兵都是要趕快下兵工廠 阿茲這邊早就已經下好了 但是沒有一百肉的關係 所以一級射比較慢點 這邊稍微抓到對方的毛兵 但還好自己還有兩隻民兵 加一隻槍兵 還是可以稍微壓制回去 這邊毛兵的傷害 就一個老鷹過來救一下 血量都打得蠻慘的喔 但這邊已經圍好了 肉馬回救一下 把正面單位全部收掉之後呢 用肉馬去追擊前方的工兵 這工兵應該不用控了吧 OK這裡不控了 OK那看起來一大一人 這一波解的非常漂亮喔 基本上沒有損失太多單位 只有一隻肉馬 就收掉敵方的所有的騷擾部隊了 好那左邊阿茲特克 又再次嘗試向前往前壓制 兩隻槍兵背上三隻攻兵 繼續往前走 但是這次 意大利人並沒有想要繼續理的意思 反正是家裡產出來的毛兵去防守而已 自己的肉馬 加上毛兵進行前壓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這隻村民可以拿下來 嗨沒有問題 阿茲特克直接被屠殺兩村 一大一人只損失了一村喔 那村民差距稍微會被打出來一下下 但是這邊一大一人剛剛斷村斷的很嚴重喔 斷了1分11秒 這個有點多啦 斷村斷的有點太多了 洛瑪加毛兵就去給阿力 但是這兩邊已經點下城堡實彈 阿茲特克這邊是領先大約40秒左右 這時候阿茲突然補下了 一級的步兵鎧甲 這邊毛兵還在秀操作 洛瑪在上前 直接把攻兵收掉 剩下兩隻老鷹應該是難逃洛瑪的魔爪 後面還有少量的毛兵在往前 攻兵可能也救不到 OK 老鷹要繼續逃跑了 一升到城堡實彈 阿茲特克可以開始爆老鷹囉 那我們剛剛開圖有講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非常適合城堡實彈爆老鷹 但是老鷹這個單位 其實很害怕的近戰單位喔 但是他一升到城堡實彈的攻擊會變7攻 直接變身 那待會再點下來英勇士 這個血量跟坦度 都會比較更好一點 好 那義大利人點下騎士 騎士打老鷹是很好用的單位 但阿茲特克已經會預防這個狀況 去產出自己的老頭 所以修道院會馬上補下 所以單程出騎士 是不太好解的 那義大利人這邊可能就要轉出更多肉馬去解 也可以 因為肉馬升級過後 再加個一攻 基本上跟老鷹的傷害是差不多的 跟 輕奇病的部分 跟老鷹的基礎傷害是一樣的 好 這是7攻 那如果有舔品種的話 也可以打得贏老鷹喔 但確定就是肉要非常多喔 好 兩隻騎士往前 但老頭還有20%才好 好 那看到開始爆騎士的話 阿茲特克這邊可能就不會這麼無腦出老鷹了 可能就是2G慢慢出喔 就不會爆得這麼誇張 好 下個雙修道院 好 那這裡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阿茲地圖不太好的地方喔 你看他這邊蓋了一個箭塔 勢必要捨命喔 去挖一下石頭才能蓋TC喔 但是義大利藝人這邊是沒有蓋箭塔了 馬上就可以補下了純正中心開始開農 好 當然沒有關係 地圖差還是可以利用操作 跟這個 觀念喔 去壓制對手 看 勝率可以走出來 可以考慮去撿一下聖物 好 老鷹也升級好了 贏勇士升級好變55滴血 葬玉上身上省了一些些 好 只有遠房 好 後面 肉麻上前想要直接收掉生鯉 但生鯉只被拿下了一隻 這邊已經點下了 神聖思想的關係喔 坦度來到了50滴血 血量非常多 但是有非常多的騎士 也在上前想要一次收掉 這邊用肉麻當作皇子 結果肉麻全部送掉 我最後用騎士全部收光了老頭 老頭這邊損失慘重 這邊老鷹可能不能打喔 欸 你怎麼慫了 是我就A啦 你看這邊是825滴血 騎士是1000個啦 這個肯定打得贏了 他看到他高地不太敢打 而且又升級為 這個英勇士喔 突然鬧了 好 清潔兵賽事上前 能收的掉嗎 唉唷 三刀砍掉 好像是有高打地的關係喔 不然應該是要四刀的 OK 那這邊是不是很不錯 但阿茲特受不了對方的弱馬 還有騎士 直接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那義大利人這邊 可能要趕快3T7繼續運作 繼續拖延時間 讓對方越晚進攻到家裡是越好 因為勞鷹數量這麼多 其實會很難擋 好 那這時候阿茲也轉出了 第二個城鎮中心 這個石頭是用買的喔 直接花了100多黃金 買了100石頭 待會這邊石頭就可以直接拆挖了 還有城鎮中心的保護 開的位置其實還不錯 當然也可以開在這個位置喔 但這個位置的話 偏更正面喔 而且這裡有高地 很容易被高打地 投車拆掉城鎮中心 或是直接被插寶 都有可能 那看到這個後方的話 會比較安全一點 阿茲這邊是有顧勵到 對方的潛壓的問題 但左邊兩塊附金喔 還是要找個機會拿上來啦 不僅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阿茲特克還是 比較有力的 現在趁有力的時間點喔 最好是要前壓中傷對手 或是要把地圖控起來 要二折一喔 因為現在經濟已經落後於對手了 這邊老頭稍微 充了一下 招響到了一隻騎士 第二隻騎士可能也可以招響掉 哇 果然兩隻騎士都被招走了 好 這邊看到洛瑪回頭打個一發 砍掉了老頭 老頭直接硬生倒地 好 老鷹向前 但後方騎士出量有點多 好 這邊直接把一些農錢滴掉 要來直接在農地裡面蓋新的城堡 這邊他可能覺得這一坨會擋不住 因為有 頭車能砸到嗎 哇 砸到大得了 哇 這個砸下去 戰局瞬間改變 血量瞬間下降非常多 看來騎士這一波要贏了 應該是輸不了了 哇 又砸到一把 後面的老鷹跟 騎士去抓後方投資車 但是抓到一台後一台活得下來 果然啊 那一發太關鍵了 關鍵一頭啊 阿茲特克這邊直接潰敗 正面所有軍隊 經濟還落後於義大利的 62吋打811吋 是不是穩了 穩贏還是穩輸 穩有兩種 那大家想要知道結果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覺得是穩了啦 穩哪一邊不好說 好 一來一人這邊轉出了步兵的升級 哇靠 這個時候還要轉步兵喔 轉常見兵感覺沒那麼必要吧 但他可能覺得說阿斯特克 已經便臨了義波 島德關係喔 可能會繼續暴老陰喔 繼續前耀 因為都已經經濟落後了 再不去前耀的話 更沒有機會喔 那阿茲這邊前耀的話 最好是趕快來這邊 蓋城堡前耀 直接插到這個城鎮中心喔 利用這個缺口 趕快把這個更大 更多的老鷹 直接溜進去騷擾會更好一點 好結果正面呢 有大量騎士在中間騷擾 攔截這邊兵力 增遠的部分 那後方也有一些老頭 聚集起來想要反擊一下 好 老鷹繼續暴 但老鷹的暴的數量並沒有很多 他只有兩軍在慢慢暴而已 算是有點 緩暴老鷹吧 並沒有那麼擠 好這兩隻鞋子應該跑不掉了 結果只有一隻鞋子跑掉 可是一隻變慢了一點 但這時候一打一打已經轉出了常見兵 阿茲特克這邊點下獵王技術 老鷹也在繼續按點下輪子喔 義大利人這邊經濟越來越好 但村民術來說 又被阿茲特克這邊追上了 這邊義大利人的TC delay 居然來到11分鐘29秒 基本上阿茲的一倍啦 所以這個3TC不斷存是多麼重要的 但村斷太誇張了 就會經濟越打越落後的人喔 明明你的操作是贏對手的 但你會發現你到了後期 怎麼打不打不贏對手的 源源不全的兵喔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的經濟不夠好 你太專心打架了 導致你的成人中心瘋狂 斷村民喔 但你的經濟變得不好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你可以送兵喔 但是千萬不能讓自己經濟不好 這個不是什麼英雄聯盟喔 是專心控兵喔 結果反而不去操作 是一件不去操作經濟喔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這遊戲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要邊控經濟 然後還要邊操作自己的單位喔 好 那這邊看到常見兵走出來 老頭喔 知道我們有看到喔 好 上個高地應該是有喔 老一的視野是蠻廣的 但這邊看到也沒有地方可以跑 往右拉 往左拉 但這邊直接常見兵高打滴 直接砍爆了非常多常見兵的血量 不是常見兵喔 這個重量常見兵的血量 一打一人這時候點下了攻擊 還有護衛技術 好 他在這裡也補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結果阿茲特克這邊經濟直接反超 左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意大利人這邊打一個很防守 但阿茲這根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稍微可以守到左邊的黃金礦的問題喔 因為對方就不會這麼大膽的喔 從這邊出來想要進攻左邊這個區域了 可能就會想要從右邊往右繞啊 然後去打這個野礦的部分喔 可能會是帶回意大利人的目標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帝王會怎麼打吧 好這時候阿茲轉出了一些暴泳式 手推車眼睛快要升級好 他會有可能是要打一個暴泳配老鷹 好配槍兵的打法 那一大一人這邊轉出了熱奈亞弩手 欸 熱奈亞弩手 有點不太適合 我覺得要打光兵就打強弩吧 因為熱奈亞弩手的射程喔 比強弩還要少一點喔 手更短 但是好處是可以吃到 巨盾科技的加成 所以有Z就有B喔 Z大於B 就是這個原因喔 所以一大一人這邊轉熱奈亞弩手 不太好 覺得 這個細節部分喔 可以去觀察一下 好 一大一人這邊直接轉出了雙手劍兵 沒有打算直接使用傭兵喔 還在升雙手劍兵 喔 傭兵還是有出欸 對啊 傭兵這麼好用 帝王是在該打步兵的時候 用傭兵就搞定了 還是他是顧勵到後續的自己的經濟不太好 需要攻擊省一些肉量 轉這個雙手劍兵 但傭兵還在繼續按啊 傭兵的生產速度真的就是快 快速集結 而且移動速度比劍兵勇士還要更快一點 所以我更了喔 是更愛好步兵 更愛好傭兵流了 好 當然阿智這邊暴勇輸數量也是很多 暴勇對上傭兵雙手劍兵的組成 這面能夠打得贏嗎 這邊直接踩住了高地 一大一人現在有高地優勢 暴勇士不敢開打 反正拉到了後方 但是前方的軍銃投資機率沒有直接開戰 但是暴勇士到了上方直接反擊 然後直接打一些村民 但前方的軍銃投資機直接被裁掉了兩台 後方的村民也被砍掉了一些 沒有辦法繼續維修正常維修 兩台軍銃投資機可以趕快收下了 但阿智也不敢冒然上前喔 這裡有城堡載的關係 所以阿智決定撤退 沒有往前繼續追 結果這一場大賽是由阿智這邊落敗了 遇到一人反而是拿到了一些上風 阿智特克這邊突然轉出了奴兵的升級 一級射也點下了 阿智這個文明雖然是有強弩也有三級射 但沒有母子團的關係喔 打步兵還是會比較吃力一點 還是要靠操作啦 還有這個暴勇士喔 作為主力會更好一點 但如果你同時打爆勇士又打強弩的話 那義大利人這兵可能會吃不消 所以真的真的非常難解這個組合 這邊槍這邊應該是沒有空槽喔 上去跟傭兵打了一下 但傭兵有這個黃金兵的優勢喔 直接體質壓制 打爆了非常多的常見兵 常見兵直接被逼退 好 這邊幫我們升追把大陸的優勢直接敲到頭部的血流 好 暴勇士的數量來到31隻 非常大量 一大一人這邊轉出了更多的奴兵 三道學二級農也補了 這裡確實需要更多的弓兵喔 但熱量的奴手真的是短啦 七射程 手短 好短好短 誒 原本就是七了嗎 奴兵是八射程嘛 印象中奴兵是八射程 好 那看到這邊阿茲在左邊也蓋了一個城堡 要來鎖入一下附近喔 而且這邊很激勵的馬上轉出了戰毛兵喔 而且阿茲的戰毛也是特別厲害的 有這個銀罐技術 這個折毛器喔 可以讓他的戰毛兵呢 有這個多一共的射程喔 還有多一共的傷害 所以其實打這個戰毛兵喔 非常的痛 這個體質喔 基本上是帝王戰毛的體質喔 雖然沒有像是越南這個血量加成 但用起來跟帝王戰毛其實沒什麼兩樣 好 這邊三公物怕學都好了 好 你看這個戰毛打後面的勒納爾弩手 多痛啊 九射程的戰毛兵 對上七射程的勒納爾弩手 戰毛兵 壓倒性的優勢 但彈到血還沒有好 確定打不太到 OK 彈到血好了喔 現在打得非常準了 哇 勒納爾弩手數量開始變少 這邊的傭兵直接倒了一排 大量的 暴龍室沒有人可以處理 一直被 這毛兵給壓制了回去 勒納爾弩手這邊直接擊火喔 所以打得回去了一些 因為阿茲這邊的弓兵鎧甲還沒有伸好 雖然升級了二級的弓兵鎧甲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好好打回去 但至少 還是可以加一點防禦力的 射程真的超遠 而且打傭兵也很痛啊 這就是阿茲戰毛特厲害的地方 特強大 右邊的金晃處直接被壓制住 一大一人的野金喔 沒有辦法正常挖掘 待會可能會 會遇到斷金的問題 但暴龍室這裡沒有空好 被射掉了一隻數量 這毛兵可以繼續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去壓制對方的熱奈爾弩手 問題八大 兩邊城堡也是在前方被建立起來 但巨型投資機現在是一大一人有優勢 這邊蓋好可能也要半血囉 OK果然蓋好剩下兩千個的血量 但下方有一台巨型投資機在攻擊 下方又補了一台 這邊傭兵可以直接繞背喔 還就是一台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 但右邊這個一定可以 好一大一人這邊補下了騎兵的升級 這應該是要轉肉麻了吧 肉麻去抓這毛兵 左邊石頭大爆蛙 好一大一人這邊城堡喔 就是要先被打爆了嗎 左邊的阿智城堡 感覺快被修了回來 右邊果然拉利用兵去拆掉了巨頭 但這邊有點在去往前衝 有點在送兵喔 哇全部送掉了 這也要再次派出用兵向前 但感覺意義不大 光是往前就要被戰寶兵給打爆了 這邊抓一下老頭 把老頭給收了 好結果正面城堡掉了 義大利人這邊能夠反殺回去嗎 哇這個戰毛兵太難受了 無情直毛器 好這時候義大利人終於點下 銀貫科技巨盾 當然這邊點巨盾可能意義不大 畢竟戰毛兵打的是額外增傷 好啊 大利人這邊手後面反擊 光是21隻 這面上防守戰毛兵還可以 大利人這邊手的數量只剩下少量的十幾隻喔 16隻 多瑪想要上前砍戰毛兵 但是直接被暴龍斯爆打一波 好這時候補了三級馬卡 多瑪繼續往前補 木頭有一千多 左邊地方有少量傭兵去阻止對方蓋衝車 還有也砍掉了一些村民 這邊暴龍斯直接往前 也不管城堡的火力交叉 後面還有大量的倫量 我們守在高地進行輸出 但劍狀還是拉手了 不然暴龍斯會全部送掉 好結果正面城堡直接被拆光了 最後的金礦可能要守不住了 這時候一來一人的三級馬卡已經好 想要利用這個三級馬卡擋住對方戰毛兵的傷害 當然還是有點痛啦 畢竟人家是帝王戰毛 給一點尊重 好結果少量的肉馬也是繞到後面 繞幹成功 這一波肉幹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差距越大一人現在已經有點反超 這邊肉馬第一時間上前想要打掉巨頭7 但是沒有生攻擊力的關係 打巨頭傷害並不是這麼的理想 連拆掉一條就可以偷笑了 OK 可以偷笑了 但是還有四台 該怎麼解呢 要用一樣的方式嗎 這邊的戰毛兵還是沒有解決 勒納奴手的數量只剩下16隻 而且城堡只剩下最後一棟了 要是這棟城堡也掉的話 勒納奴手可能就要全部GG了 那如果沒有攻兵的話 阿茲的步兵就可以無法無天了 為所欲為了 想打誰就打誰 暴勇士就是這麼強大 本身精銳暴勇士 龍貫戰者陰典了 12加8 20攻 打這個肉馬 好痛啊 只要5下 就可以輕鬆收掉肉馬 OK 數量太少了 現在連暴勇士都快打不贏了 一大一人 看起來 已經要兩掉了 這時候一大一人突然打出了GG 哇 這把阿茲的帝王在矛打得非常亮眼 而且暴勇士一直無情推進 也是打得非常好 其實殺掉了非常多的傭兵 傭兵出了93隻 感覺只有40隻有正常輸出 剩下的都被暴勇士突然被秒殺掉的感覺 然後後面的勒納奴手 問題就是手震太短了 可能趕快直接轉出火槍跟火炮 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會更好一點 可以不用那麼堅持去出這個 勒納奴手 我覺得勒納奴手 打阿茲特克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畢竟人家沒有馬 而且如果出火槍的話 也可以打對方的步兵 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總體而言 這場感覺更多的是 是一大一人 打錯了單位 而不是 打出正確的兵種 所以才輸掉這場比賽 不然他的雙線跟多線進攻 其實打得還不賴 好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由 阿茲特克這邊拿下 屬物的勝利 還有黃金 那石料的部分也是贏了一些 只有木材 被意大利人贏了一些些 但是他打工兵的關係 木材也是正常 阿茲這一邊的經濟量 更好是五生物 五生物產了4000多黃金 有五生物 基本上他是快要來到了 七生物 因為他有這個生物加成關係 三個生物等於四個生物 所以阿茲特克人後期的 生物經濟 非常好 所以 即使到了 大後期 兩邊黃金都挖完了 阿茲還可以 可以爆出更多的老童 甚至暴女士老嬰 這些反制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拜拜